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徐晴雄 那我現在在IBM帶一個iOS的開發團隊 然後大家會想說 那我帶iOS開發團隊我來講Android幹嘛 因為iOS開發團隊我是今年才開始帶的 那我其實在那之前大概帶Android團隊大概四年多 所以我在做Android的經驗其實比iOS還要多 那我們在IBM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在用了一個開發團隊的奮鬥 是使用所謂的Continue Delivery 就是持續效果還有DevOps 那這個東西算是蠻新的 因為大概2009年才開始的 那它算是 大家如果聽過Agile的話 它是Agile的延伸吧 就是它的下一代 那在場我稍微問一下 在場有對DevOps跟Continue Delivery有了解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那實際公司有在使用的可以舉一下手嗎 看起來不多 所以 那我等一下稍微會先 簡單介紹一下說Continue Delivery跟DevOps大概是什麼 然後再講一下說我們公司實際上怎麼用 然後在Android裡面實際使用上面 大概我們用了什麼東西 好 那一開始先講一下這個 CD就是持續交付 然後DevOps跟Agile的關係 這張圖 不是完全準確 但是 它大概是網路上能找到最接近的圖 那大家可以看就是 其實 Agile的話大概就是包括Plan Encoding 那可能 如果你說到Continue Delivery的話 可能就是Plan Code 然後再加上Build Test 然後Continue Delivery的話 可能就是要把它去存放包錢 然後再加上Depoint 然後DevOps的話 就整個都包起來了 包括Apple Delivery 所以這大概是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 不過 其實它並不完全準確啦 因為 每一個東西都不是同一個團體提出來的 然後 你說某一個人 誰包誰 那好像也不太 不太對 因為大家都 我當初我在提的時候 我沒有說給其他人包 所以這個 這樣子的話 就是太準確 不過 大概可以這樣理解 那 我相信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有Agile的經驗 那可能公司裡面也在使用Agile 大部分可能是Scrum 那就會開始問 有了Agile為什麼還要DevOps跟Continue Delivery 那 主要就是說 Agile大概在2000年左右被提出來 那大家開始使用 大概到了七八年之後 大家發現說 Agile可以讓你的開發的前期 也就是規劃開發跟測試變快 可是你規劃開發測試完 你的軟體還沒有交互到客戶手上 你後面還有一段 就是 就是Deploy Release 然後Operation 這幾塊 是沒有被包在裡面的 那 這種狀況造成說你 你前面快 然後後面慢 你的整個Software Life Cycle 並不是只有開發跟Planning 你只有那邊快 但是你其他地方 全部都還是三十年前的Process 還是一樣慢 那 這個問題大概在2007年的時候 有一個比利時的軟體的顧問 他在一家公司裡面做一個案子 然後那個案子裡面有開發 也有Operation團隊 然後他發現說 開發團隊很Agile 然後Operation團隊完全不Agile 那怎麼辦 他就想 一開始想法是說 把Agile帶到Operation團隊 然後 那個時候問題就是說 因為分兩個團隊嘛 然後 傳統的Operation可能就是所謂的IT 然後IT 一般來講 就比較弱勢 然後 他那個時候的方法也都蠻陽春的 所以Developer就會覺得說 那我今天就是開發完 丟過 丟過牆丟到另外的Team 然後Operation 所以那個IT要負責把它弄起來 那他弄不起來的時候 他們的問題 不關我們的事 然後 所以Operation回來跟他們講說 你這東西掛掉了 Developer最常給的回憶到就是說 在我這邊不會 然後 在我這邊不會的話 Operation會暴走 所以為什麼 在我這邊就是會 在你那邊不會又怎樣 那所以 這個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 Dev跟Ops的問題 Developer的 Developer就是說 就是說我希望越快 開發越多新必學 越好 那Operation希望說 你永遠都比較有型版的 你永遠就是這一版 然後我反正穩定 run不會掛掉 就好了 反正客戶也沒有抱怨 就這樣 可是 他們兩邊的目標就不一樣 Developer我就是看我開發多少 新必學 決定我的技巧 那你說 因為你的Operation環境 不夠穩 不夠穩定 然後造成說 不能讓我很快開發新必學 那是你的問題啊 你會解決啊 剛剛有什麼事 那Operation是說 你為什麼老是Developer一些 會掛掉的東西給我 害我每天都 suffer 每天都加班 每次 只要新版本過來 我就很痛苦 然後 所以就出現 Dev跟Ops的問題 那所以後來 在2019年的時候 就出現 出現一系列的東西 要打破這個牆 中間那個牆 所以就要 後來那個時候 就出來DevOps 然後也出來的持續交付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 continuous deployment 其實都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因為 像一般來講 如果你去網路上找 一開始我看到 DevOps這個名字 我會覺得說 DevOps什麼意思 然後好 Wiki search一下 Wiki上面寫 Developer跟Operation 要好好合作 叫DevOps 好 這是廢話 Developer跟Operation 當然要好好合作 不然的話 你本來要幹嘛 但是 你看了之後 還都完全不懂 不知道什麼DevOps 然後名字很奇怪 沒有這個英文 人家發明出來 什麼意思 所以 其實 你去追它的邁路 你就知道說 一開始就是 Operation不Agile 然後只有Developer Agile 那一開始 他們的想法就是 好 那我把Agile再把Operation 所以其實最開始 最開始的時候 是 那時候他們建一個 online的一個group 一個community group 叫做 什麼 Agile Operation之類的 然後 Agile Operation 後來慢慢研發出來之後 不知道哪一天 後來 哪位人兄 想到一個idea 就是說 我們現在 要給他一個很酷的名字 然後就叫做DevOps 然後所以 隨後就變成這個DevOps 很奇怪的一個字 那 一開始的想法 是要把Operation 帶到Agile 對 Agile帶到Operation 但是後來 大家發現說 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單純 你要把 Agile帶到Operation 你整個Software Life Cycle 每一個階段 都要做很大的變化 才有辦法 達到這件事情 所以到最後 就變成一個包山包海 然後 整個Software Life Cycle 全部大翻新的一個 新的一個Practice 所以 後來就是DevOps 那 那ContinueDevOps 其實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提出 然後 他也是要解決同一個問題 所以到最後其實 ContinueDevOps ContinueDeployment DevOps 都會合在一起 現在變成一個 就是大家都搞在一起 就是同一個團體 然後你可以在 DevOps場子裡面 看到ContinueDevOps 的作者 然後在那邊演講 然後DevOps書 也有ContinueDevOps的人 開始在一起 一起寫 那 DevOps 相較於 DevOps 那ContinueDevOps 它比較 DevOps比較偏 它這個概念 然後它沒有很 它實作方面 比較沒有講那麼清楚 ContinueDevOps 它講得非常清楚一套實作 所以其實蠻多公司 到最後真正在 implement 的是ContinueDevOps 那ContinueDevOps 它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說 既然你 Developer要交付到Operation 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 那當一件事情很痛苦 我就每天做它 每天做它會幾十次 就不會那麼痛苦 那 怎麼做就是 就是我今天如果 比如說我半年才給一次新的版本 那一定一大票 可能多一百個feature 然後code完全不一樣 DevOps上去當然會fail 但是如果今天一天 DevOps有二十次 每次都改兩行code而已 那大概不會fail 每次大概都不會fail 那這樣的話 我就寫一個自動化的deployment script 每天去 每天deploy到我的環境 然後 甚至我的IT都不用管它 反正你developer check in到手指控 然後就直接到我的環境 然後 不會掛掉 反正每次 只有一點小改動 不會掛掉 那 那 所以有人一開始就會想說 那就是寫一個自動化的script deployment script 只要build出來 就可以deploy到環境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看到DevOps 然後continued delivery 就說 那我寫一個自動化的build deployment script 結束了 好了 我宣稱自己是DevOps 然後continued delivery 可是有那麼簡單嗎 自動化部署就解決問題了嘛 你 你 軟體一個新的build出來 就算你只有改一行code 也可能把某些地方搞破 那 你要測試啊 沒有測試的東西 你敢付出上去嗎 如果掛掉怎麼辦 那 問題是 你一天付出十次二十次 甚至有的公司 是厲害的 一天付出一千次 那 你手動測試來得及嗎 不可能 你平均 十幾分鐘 你就要付出一次 你手動測試怎麼來得及 當然是全部大量自動化測試 那 測試都 大部分測試都 一般我們測試都在簡單的環境 那 跟實際環境有落差 這樣可靠嗎 所以 如果只是自動化部署 無法解決問題 你看到自動化部署 只是它最後一塊 其實一開始大家也覺得自動化部署 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後來 為什麼會發展成這麼大一個 一個大部分 然後一個 一個算是 Ecosystem 是因為 大家發現 要做到這點 前面整個Softed Life Cycle 每一個環節都要 都要變 才能去支持這個快速的 快速自動化 所以 就出現這個東西 持續交付 這個團隊一定都 這個東西都他們最重要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在 那個持續交付當初的一本書 就是 一個外國人寫的 他就是 當初提出持續交付那個人 他寫一本書 整本書裡面 中心思想就是這個Pipeline 那 大家又想說 Pipeline 什麼意思 因為看這個字 他第一個想到的時候 可能用水管 或者是什麼生產線之類的 那 那個書的作者也有講說 嗯 為什麼解釋 或為什麼東西叫Pipeline 因為 嗯 他說 如果你們以為是水管 那就錯了 因為 因為我是 我是一個 專業的geek 專業的geek 不會有這麼簡單的答案 我當初的想法是 CPU上面的Pipeline 那 所以 他當初 design這個Pipeline 想法是 借用CPU那Pipeline 那這個Pipeline是怎麼樣呢 Pipeline中心思想是說 我今天一行扣 我不管什麼 我一個Change 寫到我的Source Control 我按一個鈕寫到Source Control 然後 一路到我的Production 我按一個鈕就結束了 我中間 沒有任何人工干預 全部都自動化 包括我的Build 包括我的Union Test 包括我的Replant Test 包括我的Deploy 然後Deploy到Sage Deploy到Production 每部通路自動化 甚至我在Production的Monitoring 自動化的Feedback 我Deploy一堆Monitoring Tool Analytics Tool 自動告訴我說 我現在 線上的東西 動化怎麼樣 使用的Feedback怎麼樣 全部都自動化 沒有手動 所以 重點是說 這邊進來 按一個鈕 然後就一路這樣轉過來 然後專注在速度 這個Cycle要快 如果你 這個Cycle Run一次要一天 這個Cycle Run一次要一天 譬如說一天兩天 那它不快 你怎麼做到一天 Deport有一次 這個Cycle要快 幾十分鐘之內就要結束 那 這兩件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戰 你怎麼 你怎麼讓全部東西都自動化 中間有太多東西 我相信現在很多團隊都是手動 最大最大問題就是測試怎麼自動化 大部分的團隊可能有一些Unitest 然後有少部分的UI Automation 但是要達到它這個 完全不用人工 目標你至少要80%的Automation Coverage 包括Unitest 包括Acceptive Test 那 這件事情本身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然後 做到這件事情之後 剛才提到要快 當你有80%的Unitest 跟Acceptive Test Coverage 你怎麼在幾十分鐘內做完 有很多公司 像我們以前 我們做一個產品 它應該有幾千萬航空 幾千萬航空 然後它其實也有Automation 不過Automation跑了只要一天 那 那Automation 你怎麼讓它從一天變成半個小時 那個也是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聽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很困難 那 想法就是 其實最核心想法就是 按個鈕就結束了 中間沒有任何人工 那 它怎麼做到這一點呢 它中間就有幾個重要的Practice 第一個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其實大家應該蠻多人都聽過 然後它也是所謂的 Agile裡面的Extreme Programming裡面一個Practice 那順便提一下 就是 其實Continuous Delivery 所以這票人它是一家公司叫ThoughtWorks 它是那個 算是一個Software Consulting的公司 這家公司它 在提出Continuous Delivery之前 它其實就是Extreme Programming 忠實的擁護者 所以你可以在Continuous Delivery裡面看到非常多Extreme Programming的 它就借用很多東西來用 然後再把它加強 那 大家其實現在在 Agile裡面大部分都用Scrum 但是其實在 1990年的時候 Extreme Programming是比 Scrumb還要紅 後來Scrumb出來了 把Extreme Programming給蓋掉 不過 這兩派其實一直都有 互有小掌 那 Scrumb比較注重Agile的管理 Extreme Programming 比較注重Agile的 Engineering Extreme Programming顧名思義就是說 我把一些 一般人認為是 nice to have的 Engineering practice 發揮到極致 叫做Extreme 然後發揮到Extreme之後 然後 大量減少我 過程中的浪費 然後 極大化增加我的速度 這是Extreme Programming它的 理念 所以它非常 非常注重在 Engineering practice 包括 Test Rebound Demand 包括 Unit Test Automate Acceptance Test Continuous Integration Pair Programming 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在 Extreme Programming提出來 也不見得 它提出來 會是什麼 借用之前 借用之前 就有在它 把它全部包含在一起 變成一套Practice 那如果你看 Scrum 這東西 其實它 它 不會特別強調這東西 它強調的是 怎麼去管理一個團隊 比較偏管理面 那所以 在 在 後來 為什麼 為什麼 Continuous River Depop出來 反而Extreme Programming 這派的人就起來 原因在於說 Cloud Cloud 這個東西出來以後 大家發現 Operation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Depop變成一個問題 Operation 為什麼變成一個問題 因為Cloud起來了 Operation 不再是以前 找幾個IT的人 就可以搞定 那個 Scale不一樣 Operation要非常 用心的方法 那後來發現 Operation很多問題 都在Development那邊 所以要開始 有Depop的需求 有Depop需求之後 就會出現 Continuous River 跟Depop這種東西 就是 變成要用大量的 Engineering的Practice 然後來解決 解決這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 重要Practice 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 那之前 大家其實都知道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它基本中心思想是說 Integration這件事情很痛苦 所以每天做它 Continuous什麼意思 什麼系列 你可以看到Continuous 很多東西 它的中心思想都是 這件事情 後面這個東西很痛苦 只有每天 每天做它 每天做好幾次 所以Integration是什麼意思 Continuous Integration就是說 一般我們 Developer習慣的 開發方法是 我今天 Cold拿過來 自己在我Local開發 一個Story我領過來 在我Local開發 開發可能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 那我做差不多了 Developer回到 我的那個Mainstream 那如果你只有一個人開發 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 你今天團隊有十個人 每個人都這樣做事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 你就會發現 每個人都Developer進來 那會發現 什麼問題 開始一大堆 Conflict Conflict America 那可是 人家寫Cold 你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 搞了半天 然後最後你就 好吧 反正能 compile 就好 先Developer再說 那 到最後就 Developer進去之後 一大堆Bug 然後一大堆Bug之後 甚至有些Cold 你還被人家蓋掉 然後 你就看到說 欸為什麼這個Bug 我也不知道啊 人家扣包該掉了 那 很多Bug 就從這種狀況弄出來 所以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就是在說 如果這件事情很痛苦 你每天做它 每天做好幾次 所以 你把你的Task 切得很小 每天都Developer 不管 就算你是沒有Complete 也Developer 那有人會說 沒有Complete怎麼Developer 我的Story就沒Complete 我今天這個Story 就是要做個禮拜 你就要每天都Developer 怎麼Developer 所以 它裡面有些Practice 叫做 它一個 我忘記一個Term叫什麼 有點類似開關 Feature Switch 就是說 你今天 你要做Continuous Integration 很重要的Practice 就是說 你今天你在寫Cold的時候 你必須要放一個開關 在你新的Cold上面 它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 Booling Value 或者是說 在UI上面 你可能 你比如說你今天是一個 新的Page 你在UI上面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那個Page 你進Production的時候 就看不到那個Page 那你就可以自己在那邊開發你新的東西 反正使用者看不到 那重點就是 你還要那個Fature Switch 所以 你可以每天Developer 甚至沒有完成的Story進去 但是 但是還是一樣 不會把Production搞掛 然後使用者也不會看到說 欸這什麼東西 做到一半的東西 為什麼在這裡 好 這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 然後後面還會再講到一些它的Practice 然後 再來就是Pipeline Pipeline分四個階段 那前面兩個階段最重要是 Commit Stage Testing 跟Acceptive Stage Testing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分階段 因為 剛才提到的要快嘛 那問題是 事實上就是 當你系統很大的時候 你的 自動化測試 就是要花時間 但是我現在 我現在有希望快的Feedback 所以 我想 它做法 把自動化測試拆成兩個Stage 第一個Stage 是 Unit Test 跟一些所謂Smoke Test Smoke Test 就是 最基本的UI Test 就是你 基本上 那些UI Test 如果Fail的話 你的程式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就大概就是 你直接開解 直接掛掉那種 那種Fail 那 Commit Stage Testing 就是這些 然後Acceptive Stage Testing 就是包括UI UI Automation Test 然後還有 Non-UI Automation Test 那 其實 以我們Practice 我們 Non-UI反而會比較建議 那這個之後也會講到 然後 在後面就是 Automatic Deployment 這個也是很重要一款 嗯 那 再提到說 我不知道後面有沒有講到過 Commit Stage Testing 很重要的是速度 所以 Commit Stage Testing 包括Fail 包括Unitized 包括Smoke Test 重點是要在15分鐘內結束 那 最好在10分鐘內結束 所以 有些人 有些團隊的 光是Build就不只15分鐘了 你要怎麼把Build跟Commit Unitized 跟Smoke Test 壓在15分鐘內結束 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 嗯 我們之前 一開始做的時候 Android Android一個Build 因為我們相對大 Android一個Build一個小時 那 花了很多很多功夫 把Build的時間 抓到大概10分鐘以下 然後 再來是Unitest Unitest 當你Coverage到很高的時候 你要Run完也是要很久 那你怎麼辦 它會用一些Tools 比如說 平行 平行的 平行執行這些Tools 那些Unitest 或者是你用一個 Android叫什麼 RoboElectric 那些東西讓它跑得更快 那 這些都是 在做Android的時候的一些東西 那 Android的Continuous Integration 大家 其實做Continuous Integration 大家都是用Jenkins 大部分人都用Jenkins 那 Android一樣是用Jenkins 嗯 但是 其實 你在Android上面也 Jenkins上面 有一個Android的 什麼 Jenkins Plugin 但是你在做Continuous Integration 做Android的時候 有個問題就是很難 Android現在太多版本 然後每個版本都有人用 那你要怎麼測 那你要怎麼測 因為你光跑一個版本不夠 那你要跑很多個版本 你那個Pipeline就會加得很大 那再來就是 Android一般你會 它會有Debug跟Release Build 嗯 一般來講的話 測試都測Debug Build 但是Continuous Delivery的原則是 你只應該Build一次 然後你測試的那個Build 應該就是你最後發布的Build 所以你應該要測Release Build 問題是 你在Android上面要測Release Build 會有 有一點困難 因為 一般來講 你都會去 用那個 ProGuard 就是你會把你的 客戶做 那個 Offication 那你在做了ProGuard之後 會 不能 不能測試 所以 你要怎麼用ProGuard 然後又能測試 那個就 那個就 比較困難 所以後來我們的做法是說 Accept and Test 測Release Build Unit Test 測Debug Build 因為 你在Unit Test 幾乎每個Class 每個Method 都要測 所以如果 你要 你要 突破那個ProGuard 就是去 你就 你就 你就不要把 那一個 你就把 exclude 那個Class 那個Method 但是如果你要 你不可以每個都 exclude 那就不用ProGuard 所以 在Accept and Test裡面 你比較 不會需要 去Access到你 自己Code的 那些Class 還有 一些Variable 所以你可以 測Release Build 那再來就是 模擬器很慢 而且很不穩定 有時候開不起來 然後有時候跑到一半就掛掉 那這個東西的話 一開始 我相信 如果做Android好幾年的話 大概 很早的Android的模擬器 是慢到 實在是完全不能用 那後來 後來它有一個叫做 什麼Intel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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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leration 那個東西 裝的時候就快很多 但是 它還是 還是會有極限 所以 嗯 剛才提到我們要快 我們不只要 我們要非常快 就是 當你CodeRage 百分之八十的時候 你真的要非常快 那快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透過軟體的方法 讓你的東西變快 所以我們當然有做 第二種方法 透過硬體 那這個比較快 所以 那我們實際上的做法是 買一台 六顆四核心CPU 加上64GB的電腦 然後 直接擺在那邊 然後 直接 跑下去 跑下去之後發現 那個 同樣 同樣一系列的 Acception Test 跑在那台上 跑在我們的電腦上 快一倍 那就直接損了一倍的時間 所以 那台電腦 好像 也沒多貴吧 十萬塊以內就買到了 那 比起你要花多少Developer的時間 去把你那個速度上 降到 壓到百分之五十萬塊 才是太便宜了 而且那個 說實在 有種爽感就是 就是你 Developer看到那一台 那台很猛的在那邊 在那邊跑 你會覺得蠻爽的 那 而且那台 那台猛的地方 在也不在 不只是說它夠快 而且 它可以同時跑 二十個以上的摩擬器 不會任何變慢 就是 跟跑一台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 同時開二十個摩擬器 然後跑下去 才是一樣快 所以這個 剛才提到說 Continuous Leaver 重點要快 那 所以 我們 我們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這個快 有一部分是硬體 所以 不要吝嗇滑在硬體上面 就是 每個環節 也都用最強硬體 給它抄下去 就可以 可以省掉你很多麻煩 那Android Commit Stage Testing 那 大家其實 大家作為Android 都是用Android的那個 Information Test Framework 做Unit Test 那 我們做的話 我們還有用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RoboElectric RoboElectric 應該 也有人在用這種東西 就是 一般 一般在 那個 Information Test 它是要騎一個模擬器 那騎一個模擬器 其實大概就要 30秒到60秒 然後 模擬器 它跑也比較慢 那 但是 RoboElectric 就是說 它說 好吧 那 既然反正Android是Java 我自己爬個JVM 然後 我寫一套 假的Java的那個 Java Framework API 所以你可以Compile 可以Run 然後 反正回傳值都是 它會給你正確的回傳值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它就是模擬一個Android的模擬器環境 但是它在Desktop JVM 所以你不用Run 模擬器 那 它跑的速度不就比在模擬器上快很多 而且 你不用去開模擬器 那 另外 一般做UniTest 一定會用Mock 所以我們用Mock 這個也算是蠻有名的Mock Framework 那 其實 重點是 很多人寫UniTest 跟UITest 很喜歡用Sleep 我們的做法 絕對不允許使用Sleep 為什麼不允許使用Sleep 因為剛才第一點提到 測試要快 特別UniTest要快 15分鐘之內 就要6 將UniTest結束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 你只要UniTest 跑超過100ms 就是慢的UniTest 那你這個Sleep 寫下去隨便也都是500ms 就很慢 那再來 第二個問題是更大的問題 就是 你為什麼要寫Sleep 通常都是因為 你有些東西 你沒辦法馬上 拿到結果 所以才要Sleep Sleep一下 可能 它有結果 你再去拿 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要Sleep多久 你通常都是拆 好 不知道多久 先放個500 然後放個500 跑一跑 誒Fail了 我要改個1秒 1秒又Fail 我要改2秒 那 這個Sail很大的問題 就是 第一個問題是 你的測試會不穩定 很多測試不穩定 都是從這邊來的 而且這種測試不穩定很討厭 你可能14台Fail一次 那14台Fail一次之後 你發現 測試Fail了 趕快去Debug 不知道怎麼 然後看一下Log 看不出來怎麼回事 重新跑一次 重新跑一次又過了 重新跑一次又過 你就真的 不知道怎麼辦 那 而且 你說如果你是UniTest 很少年 然後都是你寫 你可能還知道測試為什麼 等到你已經 幾萬支 幾十萬支UniTest 然後 然後 忽然這樣一次Fail出來 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下一次跑又成功 然後 再跑十次 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過一個禮拜他會Fail 你真的很頭痛 所以 不要 不需要Sleep 絕對不使用 如果需要Sleep的話 你要用別的辦法 把它Workaround掉 把它分動成Mock 然後 ModelViewPresenter 因為我們 在做UniTest之後 你就很自然的 會使用到TestRevented Random 然後 一開始我們的Cove 是這個樣子 就是 完全沒有UniTest 然後 很多Cove 然後 那個時候 做UniTest 就很痛苦 因為 我們發現 Android的Cove 有一種習性 就是大家習慣把Cove 寫在Activity 跟Fragment的Class裡面 然後你就會看到 那種什麼 上限行的Activity 上限行的Fragment 然後 又跟Activity 跟Fragment 都綁在一起 所以 你今天 如果要UniTest 某一個Method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你沒有先 Cove過一輪 UnCreate UnStart UnResume 全部Cove過一輪 你去直接Cove那Method 你一定會Crash 然後 不然就是 一堆莫名其妙錯誤 反正不會對 那怎麼辦 因為 你在UniTest裡面 你去Cove這些UnCreate UnCreate UnResume的話 你會Cove到其他一大堆 你不想Cove 不需要Cove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 也很容易Crash 因為在UniTest的環境 跟一般的 實際在Run環境不一樣 現在你在UniTest Cove到這些 Life Cycle Method 很容易就Crash 所以你的測試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說 我們傳統寫Android的架構是不對的 應該要把Activity 跟Fragment 扣越少越好 因為你 一旦扣在Activity 跟Fragment 你就很難避免的 跟Life Cycle Method 綁在一起 你跟Life Cycle Method 一綁在一起 你就很難UniTest 所以 我們後來用 Model View Presenter的架構 把Logic 全部放在一個或多個 Presenter Class 因為其實 Android 你看到那個Activity 跟Fragment 它其實又是Viewer's Controller 所以它很容易 就會亂它的架構 所以這個架構是比較好的 那我後來發現 其實蠻多公司 像Google 他們也都是推廣的時候架構 就是在Android上面 最好是這樣子 不過其實很少人這樣做 所以我大部分看到Android的 那個Code 打開Activity 看的話是1000行以上Code 那個就很麻煩 那當然重點是80%以上的Coverage 然後Android的Acceptive State Testing 我們用Expresso 叫Coupon to Android Expresso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就是Google自己開發出來的 一個UI Test的架構 它的好處是說 你不用去寫Sleep 不用Wait 那 它 因為它是Google開發出來的架構 所以它可以自己知道說 我今天畫面什麼都停下來了 然後它告訴你說 你可以進行下一步 所以你寫Expresso的時候 你就是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這樣寫下去 你中間不用去寫說 比如說你今天按一個Button 轉到下一頁 要Verify下一頁 某一個Label裡面的字 是不是對的 那你必須要去寫說 按一個Button Sleep兩秒 然後再去Verify 你就按一個Button Verify 然後 Expresso在你按了一個Button 畫面開始轉的時候 它會 它會把你Block在那邊 等到畫面停下來 到下一個頁面的時候 它才會執行下一頁扣 那這個 就非常好 因為它又快又穩 它 因為你不需要去Sleep 你不需要去額外Sleep 一般傳統做法是 你可能在那邊Sleep兩秒嘛 然後你去做下一步 但是你可能 這個轉換你只有半秒 兩秒只是因為說 你怕它掛掉所以寫兩秒 但是實際上半秒就轉完了 那你為什麼要多花費那1.5秒 那 Espresso 這樣子做法 它完全不會浪費任何時間 而且它會非常穩 因為剛才提到Sleep會有問題 所以它又快又穩 那 之前我們曾經試過有一些 跨平台的 測試的一些framework 像Apium Colorbench 之類的那些東西我們都試過 它其實 不算差 而且它也不慢 它大概上的速度 跟你使用者用手操作是一樣快的 那其實已經算不慢 那 不過你 那個 慢或不慢是相對的 當你看到Espresso 之後你就知道它很慢 因為Espresso速度是 它不但比你手動操作快 它快到你在那邊看著 你都 有時候都還 它都直接跳過那一部 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做什麼事情 它太快了 直接一閃就過去了 它 所以那個速度還是比那些跨平台的還要快 那所以它速度很快 然後穩定也很好 那 穩定度很重要 為什麼穩定度很重要 因為 其實傳統的 Ui Automation Test 蠻多都會Fail的 因為大部分 可能都 不是用所謂的 一般 我們最好的Software Development Practice 去寫 大家想說 Automation要隨便寫一寫 會跑就好了 寫出來之後很容易Fail 然後 常常會Fail 那 Fail就算了 因為 反正那些東西可能一天或兩天才跑一次 那如果Fail了 那 當初寫的人可能還在 他可能進去看一下Log 知道什麼啊 這Timing Issue沒關係 直接Skip 問題是你今天 Continue Delivery 你一天要跑二十次啊 你怎麼可能找一個每天 每個小時去看個月 每次跑過去看說為什麼Fail 然後哪一個真的Fail 哪一個假的Fail 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夠穩定 每次都要過 而且 Continue Delivery 的Pipeline 它的概念就是說 我永遠都要是綠燈 我今天這一個 這個軟體 永遠都要能夠處在隨時可以release的狀態 它一旦不是這個狀態 我就要所有人都停下來手邊的事情 去把它恢復到這狀態 所以它跟傳統的release不一樣 傳統的project是說 我可能到project最後兩天 或最後一個禮拜 我這東西才是 可以Ready for release的狀態 Continue Delivery 在Day 1 就是可以 隨時可以release的狀態 只要它掉到不能release的狀態 我馬上要把它recover回來 所以穩定度很重要 那一般人會覺得說 百分之的失敗率很不錯的嘛 它一百次它會失敗一次 問題是如果你有一百次測試 每一次都百分之一失敗率 你跑一次 全部跑一次 最少有失敗一次 有一隻失敗的幾率是百分之六十四 百分之六十四超過一半啊 你跑兩次 跑三次又會失敗兩次 你這個排排根本就超不穩定 那所以 我們要的不只是穩定 超級穩定 完全不能fail那種穩定 如果你真的要fail的話 大概那個失敗率 只能百萬分之一的失敗率 那你百分之一的失敗率 跟百萬分之一的失敗率 學法就很不一樣了 百萬分之一的失敗率 很多 很多那種 邊邊角角開始不要考慮到 然後甚至你 那個 沒有完美test framework 他一定會把test framework bug 你也想要把work run 掉 所以這個東西很多 很多的 effort要做 那一般的 就是senior developer 也不見得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senior developer 我們很常見到 我們好幾個團隊都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說 大家拿到比如說 Espresso這種 framework 大家很high啊 看到說這麼爽 然後隨便寫就可以 就可以跑 然後很簡單很好寫 然後又快 好 然後現在又說要寫acceptance test 大家開始下去寫 每個人回家寫 寫 一個月之後寫了 一百支回來 一百支回來 然後大家 塞到堅持下去開始跑 全部都fail fail大概四五十支 怎麼辦 因為developer 其實是senior developer 也沒有那個經驗 去寫一個穩定的測試 只是穩定超穩定 那個需要學 而且 那不難學啊 你真是告訴他們怎麼做 大概一兩個月大概就知道 可是需要學 然後需要時間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那個是 我個人覺得是 continued delivery 跟DevOps最大的 最大的投資 他最大 因為他主要 這些東西主要就是 用工程方法 把工程方法 發揮到幾次 然後 讓你的速度也發揮到幾次 那 你要怎麼把工程方法 發揮到幾次 那你要 你要 投資這些 automation test 投資這些 test-driven development 投資 pair programming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發揮到幾次 然後pipeline這些東西 是很大的投資 那中間最大就是 automation test 那 那 所以重點 你要給自動化測試 跟產品code 同樣的重視 不要說自動化測試 隨便 隨便寫寫 能動就好 不行 一定要把它當作 unproduction code 然後 詳細log非常重要 因為 debug debug很困難 通常 當你的septom test fail的時候 如果是那種每次都會fail的 運氣還算不錯 如果是那種跑二十次 二十次才會fail一次的 你 頭就很大 你 根本就不知道 下次怎麼去replay它 然後fail了 然後你就去 你只要看log 但是如果你log不好的話 你可能就會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 我們實際上用的東西是cucumber cucumber 主要這樣就是 因為一般 一般我們這個 傳統unitest 如果寫得不好unitest 它的unitest 命名會是這個樣子 test basic test basic test to basic test 3 請問你這個fail之後 你怎麼知道basic test在幹嘛 你不知道 那你要去看call嗎 那很麻煩 call又不見得跟你一起 你要去花時間去讀它 比較好 因為test大概長這樣 就是 大概會寫說 這個test在幹嘛 那 你大概可以了解它幹嘛 不過資訊可能還是不太夠 cucumber report 可以做到這樣子 就是 每一部都寫出來 然後 每一部下面log都打出來 所以它每一部都是一個 人可以讀的一個步驟 然後 在每一個步驟下面都可以把 它裡面 你自己加的log entry 放進去 然後這東西再搭配 espresso espresso log也非常的完整 所以 這東西搭配 espresso log 90%的狀況 你可以 只看log就抓不到的問題出來拿 不需要去 想辦法把那種 24x fail一次的 那個test 再去 再去把它重新replay出來 對 對 這剛才就提到 waid sleep 永遠不要加這個東西 千萬不要加 正確做法是這樣 正確做法 最好的方法是 call back 就是espresso做法 當你知道下一步的時候 你才 你知道你可以做下一步的時候 你才做下一步 那有時候你可以做到 比如說你 扣裡面版就有寫call back 你的test 就直接就hook 那個call back 那你就知道什麼作用 要進行下一步 有時候 這個不見得 是可能的 那刺加做法 是定期檢查 就像這樣 嗯 如果你去檢查這個東西 然後它沒有出現 你就等個 50個ms再去檢查 又沒有出現 等100個ms 再沒出現 等200個ms 好 就這樣一直地震 那你當然會有個time out 不過通常 你time out可以射得大一點 因為反而也是定期在檢查 所以如果真的time out掉 大概你那個test 也真的就fail了 然後 測試金字塔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大部分的公司做測試 都是 所謂大家想要 腦袋想要測試就是 UIL Automation 所以寫一票UIL Automation 然後沒有什麼service 然後UniTest也很少 所以就是到了金字塔 到金字塔有什麼問題 就是 UI測試 它很容易fail 剛才講到說 它會有一大堆什麼time issue 然後 什麼position 比如說你今天東西 跑來跑去 然後你去點它 不見得到 或者說那個 UI測試本身 framework 就會放 沒有完美的 所以UI測試很容易fail 那就算今天有完美的UI測試 UI測試 跑一支至少要幾十秒吧 UniTest跑一支只有100ms 所以就算它今天會fail 它還是很慢 所以理想的分布應該是 百分之十的UI測試 百分之十的非UI的叫做 component test 然後百分七十的UniTest 大部分的測試 你應該用UniTest把它cover掉 但是有些東西 你真的不能用UniTest 你就去想辦法用UI測試 或是一些nonUI測試 去把它cover掉 因為很多公司做了大量UniTest 然後到最後才發現 其實不應該這樣 然後才想辦法把測試 開始往下壓 壓到UniTest Level 那個就會很痛苦 然後Pipeline紀律 做continued delivery 最重要是Pipeline紀律 我們有一個Pipeline 在那邊跑 然後有測試 automation test UniTest 這些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如果這些東西在跑 然後它fail沒有去管它 那這東西沒有用 只要它要跑 但是人要去用它 人要去看它才有用 那所以 這個才是最難的地方 所以第一件事情 test失敗就是servative 所以馬上放在手上 自己解決它 那我們公司甚至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 test失敗了 我就直接把source control lock住 然後lock住之後 順便看一隻servative 另外的defe 然後只有政治defe 被解的時候 source control才會再打開 所以 只要test失敗 基本所有人都不能deliver 那 需要玩那麼硬嗎 有些團隊沒有玩那麼硬 不過 我是覺得 那個 派範機率真的是比較建立 然後 所有code deliverer 都要在local跑過測試 所以 我們的 我們的code deliverer是這樣 就是 你在 你必須在local跑過測試 然後把測試包括附上 那我們因為有那個 每個 每個都有一個task 那你要 你要submit for code review之前 你必須要填一個template 上面附上你的task report 然後告訴我說 你寫了unitask沒有 如果 任何一個答案是錯 對不起請你回去 補完 跑 Local unit test 確定 Local test確定它過 然後 寫新的unitask 然後 你不要只寫一隻unitask 你要確定你寫 新的code都有cover到 才可以 然後 code deliverer之後 然後 你要確定coming stage 過關才能做別的事情 你不要code deliverer之後 你就跑進去了 然後 喝下午茶 一個小時之後才回來 然後掛掉了 因為掛掉了就是 隨便提款地費 然後你 人又不在那怎麼辦 大家都在那邊 什麼時候不能做 所以 你要去確定 coming stage 過關才能做別的事情 然後 新的build test fail的話 你有十分鐘解決 不行的話就roll back 因為 基本上 你在code deliverer之前 你都在Local跑過測試 所以 你應該已經確定 他不會fail 那 可是 deliverer進去就fail了 那代表說 可能是 一種是 你可能忘了一個檔案 沒有check-in 那再check-in就好了 一分鐘就搞定 那 如果你十分鐘 如果不是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可能有很大的問題 十分鐘內解決不了你 大概再給你十五分鐘 你也解決不了 那 請你roll back 回到你Local的workspace 自己解決 再體育 再體育的進來 對 那 呃 這些東西都是所謂pipeline 然後它非常重要 因為 你沒有這些東西去inforce 然後 沒有那個人去 你可能還有一個人 去當那種壞人 當警察 然後去專門抓這些 呃 沒有follow這些紀律的 因為 剛才提到 你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pipeline 但是沒有人去管它的話 你那個 花在上面的時間 都是浪費 所以 團隊一定要去 執行這pipeline紀律 那有些團隊是說 他可能就放一個 你可能有放一個 大大的燈箱在那邊 然後 只要pipeline fail 它開始閃紅燈 然後開始在那邊叫 所以 大家都知道pipeline fail 那也是滿有效的方法 那pipeline的紀律非常重要 非常不容易達成 因為這個經驗上來講 它 違反人類的 怎麼講 就是 直覺啊 就是我 我 因為傳統做法沒有pipeline 那 呃 我為什麼fail我就要去罰 就 就要把 Ctrl鎖住 然後 讓我什麼時候不能做 這個都違反制律 但是 呃 如果你沒有這樣紀律的話 這東西 那個文化建立不起來 所以 它現在紀律非常重要 因為pipeline是 continued delivery核心 那 它的核心如果你不能用的話 那你基本就 就 就沒有用 所以 呃 然後有些團隊會說 那我今天就找一個人 負責所謂的 DevOps Continuity delivery 他就是負責人 呃 這種做法通常會示範 因為沒有所謂 負責人 團隊中每個人都要 都要參與 然後最能改變的是人 人大於流程大於工具 呃 很多很多賣 賣 DevOps廠商都跟你開始推銷工具 但其實它 最不重要 最重要是人 那 呃 最好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而且有 有力的高層是 因為這東西不是說 今天做下去 兩個月就 看到效果 通常 這個都是長期抗戰 至少兩三年 才能夠 整個團隊轉過來 然後 run 出一個非常 非常有效率的 Continuity delivery的團隊 那 初期可能 六個月 甚至一年 效果都還沒有那麼明顯 那個時候 管理者可能在質疑你說 呃 為什麼我們花這些時間 到底價值在哪邊 因為它的 它的曲線 不是線性 它是 一開始可能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 你的那個automation coverage 帶起來之後 才是這樣往上 往上打 所以你一開始可能 可能那個效率 沒有那麼好 但是 呃 這個時候高層支持很重要 它必須了解 對 工 管理工程足夠了解 然後也一開始 就做好心理監測 這東西不是 幾個月就做完了 那 那 我今天大概講到這邊 然後現在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想確認 你們 怎麼樣去確定說 這個unitest 已經有被加上去 正確的加上去 這個我們都在call review的時候做 所以就是 reviewer要負責去看說 第一個看 它 提倡的那個template有沒有寫 想寫說 有沒有加unitest yes 那我就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加 有加那你是不是加 你是隨便寫個應付 寫一兩支應付了事 還是你真的有加完成的 那這個就 不是那麼容易說 今天說 我要做明天大家就照做 就是 我們也是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 然後 教育大家 然後慢慢這樣 建立這樣的習慣 那 那請問有沒有 會有少那個coverage的一些 tool或機制嗎 還是你們是用什麼方式去評估那個coverage 完全用call review嗎 還是 我們有在做 有少coverage 就是在 Jenkins的那個pipeline裡面 每個build都會去 就會都去少coverage 然後直接update到 Jenkins上面 那我們現在是在說 你今天 deliver出來code 如果那個coverage掉下來 就不能提 就請你回去補完 請你回去補完 那其實要講可以講很多 但是簡單講就是 一般我們做client server的這種測試 我們會把它分開測 所以我如果 在做測client app的時候 我server用一個mark server 然後做server測測的時候 用一個mark client這樣下去做 因為 你一旦需要透過網路的時候 你就會不穩定 因為網路可能會變慢 可能會掛掉 你的pipeline就會fail pipeline要超級穩定 所以 你要把社會不穩定的 排除就是用mark server 那mark server當然有一些 有分措施的東西可以用 然後又有一些 business的產品可以用 那就看看你還用什麼東西 請問一下你們有用什麼 Check Naming Convention Naming的tool嗎 就是Check Naming rule 但Coreview可以做 就是有沒有什麼plug in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一些 一些static 一些static code check 那個東西其實應該做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做而已 比分上是應該做 Continue server裡面也提到說 你應該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有一個 其實它有一個principle叫做 Don't get words 不要變得更差 不要變得更差就是說 你要去做 code coverage 還有static analysis 然後你每次 check in code的時候 你必須確保兩件事 就是第一個 coverage不能往下掉 第二個是你static analysis 少出來的問題不能變多 那請問你們在Lint是全開嗎 Lint 不同的project不一樣 我之前那個project沒有全開 那另外的project有全開 我們今天就是非常謝謝 許慶強先生為我們分享 持續交付的一個 豐富的內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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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